因為巧辛他就是講說 他是因為他在警察局門口 就開記者會 他講說他是自己的權益去提告 去提告耕燒法 我看了以後就覺得說 好 那既然提告是你的權益 那我覺得說我去申請入權 也是我的權益 所以我那一天就是直接 就是寫了一個申請入權通知書 它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填表好之後 就是現場照片一張 我跟網友要了一張現場照片 那你理由些什麼 我理由 因為它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就是集會遊行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說 短時間的臨時借用入權 就像吊車或怎麼樣的 辦婚商喜氣的 對 婚商喜氣 我是選那個比較簡單的 辦婚商喜氣 它有個選項是拍片 就是拍片錄影的 我就想說我就寫那種 蠻符合你的需求的 對啊 所以我就直接寫說 網紅拍片 有知名網紅會到現場 知名網紅是你本人嗎 是我 對 所以知名網紅會到現場拍片 那那個填表以後寄出去 然後那個 它是在那個審核中 因為我們直接看說 現在目前為止它是審核中 那剛剛我來錄影之前 有接到那個松山分局打電話來給我 他們是說 他們就是也很擔心 他問我說借這個入權要幹嘛 我說沒有 我就是單純去拍片 我去那邊開直播 他問我說會帶很多人嗎 我說沒有 我可能就帶一兩個人 幫我拿那個拍攝的 那個攝影器 設備 然後呢 但是如果有其他人去的話 不干我的事 我自己就一兩個人去 大概是拍片這樣子的行為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一兩天之內 會有那個審查結果 那我就是等待 可能明天就知道結果 看有沒有審核中過 巧欣也說歡迎 對 因為巧欣說歡迎 那我覺得這也是合法的 你合法的行為 我也是做我合法的行為 而且說不定當天去的 根本不是去看巧欣 當天去的是看我好不好 是我辦的活動 我辦的活動 那大家來看我也是很合理的 然後我希望那一天 巧欣不要在上面講說 一群人來看他 真的不要那個臭美 沒有 大家是來看我的 我明天是潑水節那天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件 我們家經過台北市的某一條巷子 或者往那邊走過去 要申請入權 其實這有點荒謬 對啊 小平你家不會這樣弄 我家也不會這樣 我們不會這樣弄這個事情 就是說今天公眾人物 有人看到你要拍照 或怎麼樣子 這是一個新聞事件 如果構成騷擾 翻信箱 肢體接觸 辱罵 報警該辦就辦 可是現在我那天看到的狀況 聽到的狀況是說 有人經過警察就盤查 叫手機交出來要看 我覺得台北市警察局要考慮一下 你執法還是要依法 我今天因為貴雅經過 貴雅這個是名人 停 手機交出來 我要看你手機裡面有沒有許小新的相片 這不行 而且就算我在現場拍了 比方說拍街景 不行嗎 不管是拍街景 或者縱使退100萬部 我截了很多新聞的相片 有某某人 有違法嗎 不見得喔 跟騷是指我跟在你後面都是我幫你拍的 這個可能構成騷擾 涉及性別 涉及感情 涉及持續的騷擾 但是這一個任何人看的新聞 喜歡蒐集某一類的會截圖啊 我手機裡面都是這一類的截圖 這是中共嗎 在中國的話 你只要截一些八輪假車 你大概就進去關很多年了 我的意思說 台北市警察局 不要因為報案的人的身份 叫立委或叫議員 你的執法的鬆緊度有差 任何一個人被騷擾 都應該依法延辦 任何一個人再大的官 不構成 你也不要過度執法 今天弄到貓貓 要去那邊申請 貓貓連閉事定理都拿出來了 他去拍片 怎麼說要申請入權啊 是啊 然後再來賴清德的那個老家 那個是一個 我已經膽著辯論 那個是不是違建了 當時這麼多人去騷擾 住在那邊 那邊怎麼沒住人 那一大堆老礦工的親戚 都住在那裡 被騷擾到不敢出門 那時候有沒有 他們被騷擾到不敢出門 那老礦工七八十歲的 對 有警察去那邊 把人通常逮起來 看你手機裡面相片是誰嗎 沒有 去那邊拍相片的人 需要申請一個集會遊行 才能去嗎 所以我覺得一致的標準就好 現在台北市在處理這件事情 我坦白講 有點過頭了 那個侵犯到人的權利 騷擾就去辦 現在不是那個地方變禁制區 那就我們有博愛特區 現在還有巧欣特區 亂來 來永宏來補充 剛剛這個定語委員講 其實就是這個讓大家再來回憶一下 這個是選舉期間 許巧欣跑去那邊 還開心的在人家賴清德的老家外面拍照 請問一下他那時候 有沒有想過說他去侵犯到別人 侵犯到他我們賴清德總統老家附近 左右 左臨右色這些老朋友 老鄰居 親戚們 沒有 而且他不但自己拍照之外 他很開心的 他是開記者會是什麼 他們是糾團 他說我們是在那個中午的午休時間 跟我的同事一起前往很開心的 他這個糾團跟人家路過 我覺得這很誇張 這個就是雙標 然後我覺得現在那個松山分局 我去貓貓禮物跟頭髮摸這樣燙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要申請路軒 通常是因為影響到交通 比如說你有時候拍戲 你那個道路要封起來 或者家裡要辦喜事 斑斗 或者家裡辦告別事 要在那邊會借路權 都很容易 但是今天拍書所看到你借他 想說完蛋了 我現在借給你也不對 我不借給你 明天新聞又寫說 我台北市警察局部借給你 你真的是 所以現在他們警察育定 一個頭兩個大 然後他們怎麼辦 正常流程是這樣 他們會跑去問許巧新 或問當地國民黨的議員說 我到底要給他不給他 我如果不給他 我如果不給他 後天民進黨的議員在議會問我說 為什麼不給他我要怎麼講 我如果給他了 許巧新委員不開心了 我要怎麼講 你們幫幫我 一定開始打電話到處去關說 問題都出來了 問題都出在說 許巧新的這個做事風格 讓大家非常的緊張 而現在緊張不會只有警察緊張 現在緊張的不是只有家愷緊張 現在緊張是我覺得整個國民黨都緊張 你知道嗎 你不要覺得國民黨都不緊張 我覺得大概除了小平哥 這個比較有Guts 跟他有交情的 其他大概都很緊張 葉元之的緊張大家都看到了吧 他本來就是最 這個很靈活的人 動來動去 一下這樣嘻嘻哈 一下這邊嘻嘻 現在僵住了 他現在就這樣 他現在就是完全 被騰雪了 凝左勿右 就是凝心不別的 一定要這樣講對不對 然後你看連江啟臣 過於立法院副院長 以後台中要選市長的人 也是前一天講了 許巧新這個外交這件事情 他覺得擺明的不認同 隔天又翻車了 自己打臉自己 我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呂家愷這個時序 呂家愷 呂家愷是不是被你陷害的 所以我要幫他還原 但是我要講 我先講一個 因為我是在看節目的時候 聽到你把他的名字抖出來 就是那天我跟瑞德哥 還有邱明玉 是你抖出來的 對 然後我就在講 因為我講說 大家都在講 邱明玉說 永宏不敢講的 我來講 我想說開玩笑 一句我說 我告訴你就是誰 我有必要 我有必要講一下 第一個 家愷是跟我們吵過架 在座很多人 他吵架其中一個 除了剛剛講說 他幫許巧新辯護這件事情 辯護到他覺得你在鬼扯 包括當時許巧新去這個地方 他也跟我們吵架 他說沒有門牌 那個是什麼郵局 怎麼樣 然後我還跟他說 你不要跟我扯什麼郵局 有沒有門牌 我做過民政局長 我教你什麼叫門牌 他跟我吵架 那鄧宇文還跟他說 我幫你科普一下 門牌永宏真的比你熟 他是跟在座都吵過架 都為了國民黨跟我們吵架 為了許巧新跟我們吵架 然後就那件事 我把時序還原一下 時序是 他在某一個節目 某一天 我們就講D-day D-day那天講的是說 你看我像許巧新嗎 就這樣 隔天 當天許巧新傳簡訊給他 那傳的內容就剛大家講過的 但是許巧新也沒有翻臉 他也沒有講 他是後面在抱怨 後來被網友出征他 就心粉出征他是什麼時候 心友出征他 就是在我們講說 他抱怨這件事情 可是心粉出征他的議題是什麼 出征他的議題 是因為他在另外一個節目 就已經在說 我像許巧新嗎 我像羅志強的那個節目之後 他講的就是江啟成在講說 受聞者是許巧新 你就不能洩密這件事情 他在晚上講說 人家問他 正好問他說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他直接講說 唯一支持江啟成 意思就是說 我支持的是江啟成的說法 然後就說 外交這件事情 你有錯就認錯 他意思是這樣 然後隔天開始被出征了 為什麼隔天開始被出征 不是因為那個名字被講出來 隔天開始出征的原因是因為 許巧新開始運作了新聞 開始他前一天晚上講 那個唯一支持江啟成 新聞都在講說 他不認同洩密這件事情 所以他被出征是說 許巧新不該洩密這件事情 但許巧新當初傳簡訊給他 是因為說 我像許巧新嗎 我像羅志強嗎 這件事情 前後的時間差是為什麼 前後時間差是因為 這個洩密事情大條了 他要開始殺一禁百 殺凱來禁所有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 不管是立委也好 不管是議員也好 反正沒有停我許巧新的 我就開始一個一個去弄你 一個一個埋梗 所以你看 今天為什麼家愷不敢來呢 你剛剛講的這些 不是很誇張嗎 你這樣 你都跟他 來 兄弟查就這樣 來 兄弟 這茶不錯 茶米不錯 離山就來 買不 不要 大家未來 不要緊未來 好兇啦 好兇啦 劉宜憲 他要好兇啦 對啦 好兇啦 你只會說 不會說好 你今天也有說到我 許巧新你未來好兇啦 那真的很好的說 那我們下禮拜怎麼約吃飯 什麼好兇 所以這個狀況是讓大家 這個寒蟬效應 好 那現在所有人都跟著 跟上了 那我要講說 如果今天一個國民黨 是可以從上到下 從立委到議員 從黨裡面的名嘴都請一個 剛出道不久的 這個許巧新的話 而且是已經明確 外交這件事情是洩密了 那我要問 如果台灣人允許這個狀況 今天國民黨沒有翻車 以後就是台灣整個民主 都會跟著翻車了